一位已退休的中共改革派元老称 习近平原本就想王岐山连任 因为需要王岐山来监军官场 但党内大佬难以通过 无法打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因为张德江等人也不简单 王贤退世免得令张德江等人反弹 习近平其实是利用中共制度的漏洞 在安排王岐山从人大付出 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 红二代罗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 这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两人 早预计好的小计谋 王岐山去年十九大卸任 其实是要陪党 令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 张德江 张高丽 刘云商 让他们无话可说顺利卸任 然后王再重返政坛 罗宇认为 习王他俩这样的安排 没破中共的规矩 令党内无话可说 以习近平的眼光与格局 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个奇迹 其背后肯定有高人在操盘 这位高人是谁 显然不是蔡奇王沪宁等 能有这种手段的 只有比阎王还可怕的老王 老王就是老王 放哪里都会是老王 习近平既然抹掉任期 限制易如反掌 抹去并不成文的七上八下的旧规 自然容易的不在话下 为何他没有为王岐山破这个规矩 让他留任中纪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 显然习不想让他留任 王岐山的能量太大 给点权力就灿烂 不放心 功高会震主 权大更令主优 所以挪到荣誉性质的国家副主席 是最佳安排 另外 习近平让监察委取代中纪委 或是分解中纪委 王岐山这个副主席是实权化的 名副其实的党政二把手 梁真定做的 之所以没留中纪委是受爆料影响 大家不会忘了从前有一位林副主席吧 现在这位王副主席 会不会很快改姓名呢